李静悠 三爷最近身体不适 谁都不见 您还是请回吧 你走开 李静悠 李静悠 你跟我出来 李静悠 你要是不跟我说清楚 我就在这日日等 月月等 等到你变成老头子 我变成老太婆 那你就在外面等着吧 李静悠 跟我告白的是你 是我可爱的也是你 怎么等我喜欢上你了 又对我真知不理啊 你是不是在耍我 前几天 你才说非二侄子不嫁 今天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非我不嫁 我看你才是耍我 我没有 我是真心的 谁信你 你知道什么叫真心吗 今天你说要嫁给我 过几天 又不知道想要嫁给谁了 若是我答应了你 到时候你一性别恋 我 我岂不是很伤 我岂不是被你当成了傻子 到底要怎么说 你才相信我吗 你走吧 我在这间屋子里 变成个糟老头子 一辈子不成亲 也不会娶你的 你走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走了 我走了 你这是一个李景佑吗 我还不信说是不了你 哼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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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怎么了 你干吗呀 我还想问你在这干吗呢 这 你们李佳人与哥哥都情人太善 我哥哥才高走 你们就多这样欺负我 你和你哥哥在李府惹了多少麻烦 事到如今 不还是你自己想留下来的 我 我那还不是为了 为了小叔父是不是 我明白 我都明白 李景佑 你竟敢如此淡笨小姐 不让爹爹躺平了你的玉生堂 看来这么多我 你呀 才舍不得呢 你吓唬我 我哪儿敢啊 小姐这么年轻 难过两日 别好了 就你年纪大 要是让你跟你的大公子分开 你能过几天便好吗 我们不一样 我和夫君那是两情相悦 分开一日都度日如眠 可为什么你可以两情相悦呀 大家全都认定我而是三千二一 他明明这一次我说的做的 都是树子真心 小叔父要是知道了 肯定高兴还来不及呢 他才不高兴呢 他现在日日刻刻都盼着我走 小叔父呢 也就是嘴硬 你说的每一句话 他肯定都放在心上了 可惜我现在还有钥匙 来不及管你们的事 你再坚持坚持啊 不行 都说一半了 你必须得管 我小命都不保了 你别拦着我 不行 不行 不行跑 我命令你 你必须去把我和李静悠说清楚 你看 行 行行 你先别哭了 我帮你就是了 三爷 少夫人来见 怕来干什么 不见 是 少夫人 这 你如果敢拦我 我就踩死你 我说你们男人怎么这么奇怪啊 之前喜欢人家宋小姐 喜欢她死去活来的 现在人家要嫁给你了 你反倒后悔不愿意了 不理我是吧 不说话是吧 行 那我就把你 让我帮助你忘记宋小姐的事情 大肆宣扬 我看看别人知道以后 会不会笑话你个三年五载 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站住 她就是在胡闹 我们行妙地说要嫁给我 肯定是为了留在林府找借口 一顶转过头就忘了 看来 你不喜欢宋小姐是假 怕她玩弄你 伤你的心才是真 我堂堂李府三爷 怎么为了一个丫头伤心 是不是真的 事实就知道 你敢不敢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怎么不敢 这种把戏我都玩烂了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又高兴又害怕 好像是什么宝贝放在你眼前 想要得到又害怕失去 你眨眼了 我没有 你敢说你不喜欢宋千 早就不喜欢了 好吧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个宋小姐虽然刁蛮任性 但也算是天真烂漫 活泼可人 这偶尔呢 也还是挺会心疼人的 有些人的脸怎么红的呢 让开 宋小姐 您就饶了我吧 这刚闯进去一个 您再进去 我这饭碗可真保不住了呀 你 宋小姐 不要着急啊 你和她都说了些什么呀 能帮你的呢 我已经都帮了 你帮我什么了 她到底在做什么呀 怎么还 她的心意呢 还是向着你的 但是 这解铃还需细铃人 所以 怎么向她表达你的真心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咯 我 你们两个烦死我了 我真的还有手 我走了 哪有你这样帮我帮一半的 林静英 你之前曾对我说过 对一个人真心是什么样子 茶饭不思 辗转难眠 可有茶饭不思 辗转难眠 可有不由自主地想要对她好 不由自主地想对她好 就是因为你 我如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些 走到哪里都想起你 可总有把别人误看作的 走到哪里都能想起她 想要克制却也克制不住了 想克制都克制不住 林静英 是你害得奔小姐喜欢上你的 这一切你必须负责 我数到一 你要是再也不出来 我就真的走了 绝不回来了 三 2 2 3 2 2 2 4 1 2 1 来